ok 你看啊 这一道 learning authentic 就是说要学一点东西还有十分钟 make a conjecture about the sound of the interior angles the sound of the interior angles and the same 这个字 它会读给你 我们听 learning standard make and verify conjectures about i. the sum of interior angles 2. the sum of interior angle and adjacent exterior angle 3. the relation between exterior angle and the sum of the opposite interior angles of a triangle 制作和验证有关 1.内部角度的总和 2. 内部角度和相邻外部角度的总和 3. 外部角度与三角形相反内部角度之和之间的关系 ok 所以说我们就是 什么是 exterior angle, interior angle 今天就是说 什么是 exterior angle 什么是 interior angle 什么是内部角度 what is exterior angle 什么是外在角度 ok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图片 有四个角度 a b c d 哈 那么你要认清楚哪一个是 interior angle 谁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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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interior angle是什么啊 去叫了哈 hello interior是什么这边 interior angle 哪一个是 interior angle angles a b and c a b and c 内部角度的英文 ok 知道哈 我们看下一个哈 这个还没有先 然后我们研究下 stud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ior angle and interior angle 上面有什么关系 所以刚才我实际有需要怎样去研究哈 我们去研究一下 用刚才那个啊 看看一下 你怎样去研究看一下 ok 我就一刷了 yes 就是要当三层 ok you left了哈 ok 我们研究一下 有一个就是 啊 三角形 我们去研究三角形啊 这个三角形 啊 有三角形哈 这个三角形哈 ghi啊 ok 然后我们要知道什么 这个内部角度 内部角度 那里内部角度 就是在里面啊 我就画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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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角度 多好多 多好多啊 我看不到啊 他 写到那边看不到 多好 61 看到吗 61度 然后 我再找其他 看这角度哈 这边 到这边 到这边 多少度 也是61啊 哎呀 74 刚刚好61啊 变成 变成是什么角度 61.6啊 哎呀 差一点哈 ok 然后最后一个叫什么 最后一个角度是多好 最后一个角度是多好 等一下啊 多好 54点 57.4 是 这个是 acute angle triangle 或者scaling triangle ok 哎呀 然后我们看 这个三个角度 就是interior angles ok sum of the interior triangle sum of the interior angles 都好 谁会懂 里面的内部角度 三个内部角度 加起来都好啊 the sum of the interior angles of a triangle 都好 那么你用卡壳的压下 是不是180度咯 testing一下咯 对不对 57 点4 哇 然后61 点6 加 61度 看下是不是180度 哇 180度 厉害咯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the sum of the interior angles is 180 那么你这边写这边咯 summary是怎样写咯 写什么 the sum sum 总和 sum the sum of inter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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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les of a triangle is 180 这个他的属性咯 第一个咯 那么我们在这边看一下哪个abc啊 就是abc 然后你可以写 a 加b 加c 等于多少 180度 啊 啊 第一个特征咯 做什么有力咯 对不对 对不对 ok 第二个 还有第二个啊 还有第二个 啊 第二个我们要看外在表部啊 我们要看外在表部 这边到这边 ok 我觉得我不要换这个啦 换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啊 因为 哎呦 又弄错了 啊 啊 啊 这边到这边 ok 什么呢 外在表部 那里外 呃 extric angle 我看下extric angle啊 我这个点一个点在这边是叫 J 哈 J 那么角度是多好呢 我去量一下 因为你的Portrait量啊 这个不需要Portrait量 他自己 电脑把我量啊 多少度啊 多少度啊 一百 十七度哈 看下哈 一百十九度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啊 这个是内在角度 就是 内部角度 这个是 外在角 角度 对不对 ok 就是他的旁边 旁边英语就是 adjacent adjacent ok ok adjacent 他的旁边 那么我们怎样讲怎样 那样写呢 the sum 他加起来多少 一百八十度 对不对 the sum of of interior angle 他的内部角度哈 and is adjacent 他 零边哈 零边的角度 in extirate angle 零边的extirate angle哈 is 180 他总和是多好 一百八十度 也是一百八十度 你不相信的话 我等下算给你看啦 ok ok 嗯 真的 假的啦 ok 我开这个先哈 啊 看一下是不是哈 这个是外在内内内部角度 61度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个是外在角度 加起来是不是一百八十度 看一下 61度 加一一九 一九一九 一九一九哈 是不是一百八十度啊 对不对 啊 啊 啊 然后我们可以总和写 写一个formula出来 看这个图片啊 有ABC在这边ABCD啊 哪个是内在哪个是外在 C跟D有关系对不对 那么你想C加D等于多少 也是一百八十度 啊 总和 他的总和啊 就是我们做一个Summary啦 啊 结论哈 Summary ok 看到吗 啊 然后第三个呢 属性呢 就是什么 啊 ok 啊 这个 等一下 啊 ok 你看啊 这个一百一百十九度啊 就是对面的 两个角度加起来 内部角度加起来 你不相信不相信 呢 这个是我 这个六十一度内部角度 他在另一边 对不对 外在角度一百十九 一 啊 就是对面的两个角度加起来 就是像 像等于外面一百十九 你不相信啊 五十多好就会吧 我看不到多好啊 我看一下啊 啊 目 看不到 我看不到他 五十七点四 看得到吗 五十七点四对不对 五十七点四 哎 五十七点四 加多好 六十一点六 多好 一一九 对不对 跟外面的 在对面的 对面的外面角度一模 一一九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对 啊 就是他的特征 为什么又 要明白这个特征呢 因为啊 过后 你要找角度 要算角度的 哈 啊 要算他的角度 所以说 你没有这么简单 哈 过后一定又 这个是很简单的啦 OK 那么 英文怎样 呃 语言在语言上 怎样去表达这个东西呢 就是讲 感觉 一种一个 外面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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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exterior angle is the sum of two opposite interior angles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D等于A加B对不对 对不对 啊 我放好一点啊这个我不够威胁了 这个是等于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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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又写下D就是等于多 好根据这个 这个图案啊这个Digrama D等于多好 A加B 啊 试学就是这样研究出来了 然后从这个这个研究出来 然后你要去解决问题 ok D的这个外面的角度就是对面那边的两个角度加起来 ok 这个是整个它的Formula出来的啦 那么我就把它抄过来了 我把这个图案抄过来 copy过来 ok 我不要这个 ok我抄过来 ok ok 好像不 它不能够 一下有方向 时间到了哈 ok 一下子啊 ok ok 一下子 一下子啊 我说刚才有人问你 啊 啊 什么东西 问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 ok ok 现在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这边画出来的哈 哈哈 就是它的总和这边的哈 大家我们就研究出来就是这样 ok 我觉得 过后 我们就是说 然后我期待我不能够再继续了哈 就是研究了它的 它的角度哦 它的其中一个 过后要算了哈 ok 我们就下课了啦 ok Thank you very much 好